MING PAO TORONTO 我也知道大家來到酒吧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怎樣選擇啤酒 所以特意幫大家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甚麼是手工啤酒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選擇一瓶自己喜歡的啤酒 甚麼是手工啤酒呢 用米麥手工啤酒 我們首先知道市面上的叫做量產型啤酒 手工啤酒一般是符合幾個條件 獨立生產 數量少 全部是用大麥小麥 然後他們的酵母菌和啤酒花 都會有一定的要求或指定品牌 符合這幾樣東西 我們都可以稱之為一個手工啤酒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怎樣選擇一瓶自己適合喝的啤酒 因為我們下來酒吧喝酒 餵的都是放鬆一下 簡單點 用顏色去分 由淺到深 就是可以分到一般啤酒的味道的 輕到濃 但不可以絕對關乎酒精濃度 這個就是選擇啤酒 我們可以最簡單去分 另外就是給大家一些提示 喝啤酒每個人都喜歡 麻煩你冷一點 其實如果啤酒低於四度 是會影響了它的味道 即是太過冷 有些香味的東西就會喝不出來 所以就勸大家不要太過冷的啤酒 另一個提示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喝啤酒的時候留在最後一口 因為很多酵母菌 有益的酵母菌 會留在啤酒的底部 我們這樣攪一攪 這樣就激活了底部的酵母菌 然後就喝完最後一口 就完美地享受啤酒